中国预计将其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%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增长目标 这个目标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布 中国目前正在应对长期的房地产危机 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和全球经济放缓 尽管面临压力 但中国仍不愿通过大规模救助来应对 担心这会给国库带来压力 另一方面 中国的军费预算预计将增加7.2% 达到1.665万亿元人民币